这两天傍晚台湾南部地区都会乌云密布 甚至在晚上每过两秒钟 天空中就会出现宛如蜘蛛网的闪电 整个夜象持续了半个小时以上 画面实在是很惊人 亮光就从黑漠漠的云层中往四周窜出 银白色闪电就像是蜘蛛丝 不断蔓延将整个天空照亮 闪电甚至不止出现一触 还在画面中左边延伸到右边 景象实在壮观 闪电狂下时 当时还有军机飞过 景象令人捏把冷汗 散光透过后面的云层像是血管分布 交织在夜空 光是闪电出现的次数多得吓人 在十秒钟之内 就可以看到一二三次 高达四次的闪电 一分钟至少就多达十几次 不止如此 闪电区几乎都从左营军港打出 范围不满整个北高雄 足足有82平方公里的面积 都在累积范围 时间还持续一个小时之久 山区比平地更容易出现 所以说正好在都市地区 那感觉就好像特别的剧烈 气象专家说 闪电不断 这是温差大对流不稳 在云城里产生了雷雨包 最后再加上空气中的 营阳离子结合 产生雷电 是一般夏季午后最容易出现的现象 看这种天空不满闪光 每两秒钟就轰一次的画面 还是要提醒民众 这几天小心防雷 好吗 OK